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我跟你很熟吗 怎么了 别过来 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 下次 就是现在 你 不会是生理期来了吧 少啰嗦 你不是说可以做到的吗 那买生理用品什么的 你应该都知道吧 我怎么会知道呀 你不是说 跟我不熟吗 要我帮忙也可以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跟薛姿谁比较重要 你你你你 行了吧 早这样回答不就完了吗 等着 喂 我到超市了 你有什么要求吗 你能有什么要求啊 你就直接进去 找到女性用品区 看到卫生用品就往篮子里放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就问导购 你研究了半天 就为了买这个 虽然有出入 但它的构造 跟使用上来讲 百分之九十还是一样的 那剩下的百分之十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会买成纸尿裤 还是大号的 倒购拿错了 你就不能拿换 人家大老远跑去仓库拿 我怎么好意思 你能不能凑合先用一下 能不能凑合先用一下 我真是疯了 才会让你帮我买 想去洗手间啊 要不要我帮你 不用 洗手间离这儿很远 我有办法 让你不用起身就能过去 什么办法 难得要公主抱 好 你快转过去 干嘛呀 瞧你这点出息 不就是衣服脏了吗 你这是干嘛呀 送你回家呀 送我回家干嘛 有公主抱啊 看你一脸期待的样子 谁期待了 放不下去 别动 不然要是掉到地上 亲在一起 我可不服务 这里是不是离你家很近啊 反正也顺路 要不然就去你家吧 去我家 不行吗 难道不方便啊 不是 我家最近来的只流浪狗 喂 伍洋 我家里要来客人 你先把流浪狗送去宠物医院吧 怎么 两年没来 认不出来了 那倒不至于 至少我还知道卫生间怎么走 对了 卫总 如果你方便的话 能不能借我一套衣服呀 已经让人准备好了 等等 你专程来我家 不会就只是为了换衣服吧 那当然 不然还能怎么样啊 他是故意的吧 什么意思啊 我主动就活该受气是吧 你把话说清楚 周氏又哪句话 戳到你的废管子了 他主动说要来我家 结果来了我家之后 又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给客汤再打一门棍 这算什么 对我批评网啊 你这都不懂吗 他对你使用手段 说明他在乎你 你现在要做的是 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找时间跟他谈谈 谈 怎么谈啊 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的恋爱智商是清零了吗 当然是跟他说 你有多喜欢他 多爱他 多想跟他复合呀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那行 你直接跟他说 这两年 成天妄想 跟他在一块儿 有多么的甜蜜 停停停 那不叫妄想 你是没有见到现在的他 我简直就是在美化他 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 他现在气场有多硬 从他回来到现在 我就没见过他穿裙 挂了 喂 穿成这样又干嘛 问我 这衣服不是你准备的吗 说 这衣服谁的 完了 上次觉得适合他买下的裙子 我平时都放在柜子里呀 他怎么把这个翻出来了 这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难道是阿宁的东西 话说这裙子也太天神了 简直就是照我的尺寸做的 说 你还有别的女装吗 开玩笑 怎么可能会有 这谁调的衣服呀 这么暴 评论也太差了 这谁调的衣服呀 外面天气这么冷 你等衣服烘干了再走吧 算了吧 反正烘干也没多久 要不然我就 你就坐在按摩椅上按摩一会儿 我去给你泡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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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放开我 我怎么动不了了 已经开始了 这远远多久啊 也没多久吧 大概半个小时 我去给你泡杯茶 回来 我 疼疼疼疼 那个 他谁 不知道 一会儿 看 我 你 你 你 我的 你是 我 你的 谢谢大家